把头发李光变平头做好入伍准备 一年期义务意在2024年恢复 传出首例新兵当逃兵 营区正在施工部分围墙 只靠简单的栏杆铁围离区分内外 疑似因此让新兵动了歪脑筋 事情发生在陆军八军团两栋三旅 刘信新兵在4月9号报到 4月11号晚间集合时间 刘信新兵不见人影 彻查发现人已经翻墙出营 疑似事先联系的女性朋友 开车接应搭车离开 4月12号军方发布离营通报 4月14号上午刘信新兵才自行反营 军方强调会行程并行 刘兵已于今日上午自行反营 后续完成行政调查后 将寒宋宪兵队依法就办 刘兵在9日到两栋三旅报到入伍后 11日晚间集不嫁离营 单位依规定在12日发布离营通报 依现行规定逃兵超过6天 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 即使在6天内回营 需要接受行政调查 若确认逃兵意图也可惩处 当逃兵的刘信新兵 本来就被列为重点关照对象 接受军方约谈前翻墙离开又回营 不只自己要接受惩处 相关失职人员也得一并接受调查 三立讯网上文文日文台南报道